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石涛的另外一套节目 涛哥砍电影 这套节目实际是继承了我们原来的一套节目 叫做周末视频 当时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那套节目取消了 但是电影是我们现实人的文化当中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当今的文化中 电影成为了一个人们日常生活中 必不可少的内容 而电影中却皆是人的生活 人性 理念 生命的认识 灵魂的存在 以及现实的观念的冲突 包罗万象 那涛哥砍电影 我们是选才于在世界范围内 和中国人的圈落当中 我们公认的好电影 逐个的跟大家分享我个人的看法 就像很多朋友所希望 很喜欢听涛哥对人性 对境界 对灵魂 对生命的认知 这样的认知 他可以突破我们文化背景 家庭背景 地域背景 甚至语言背景 和受教育的背景 突破一切背景 寻找着我们真正回家的路 这就是涛哥砍电影当中的宗旨 所以如果你想能够拿到这部分内容的话 你就到YouTube上 打上涛哥砍电影 你就可以找到涛哥了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在这个众神与国王 也叫法老与国王的影片中 摩西他最大的转折点 是在他被放逐过程中 在山上去追那个羊的时候 赶上了泥石流 然后这个时候 他被埋在泥石流里面 只剩了一张脸 神出现了 神是个小孩 但是神向他显迹的概念 显出神迹的概念 就能指出他是谁 他不知道这个孩子从哪来 不知道这个孩子往哪去 那这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一个曾经跟埃及国王 埃及王子 从小长大 生活在 在他嘴里说 埃及 莫菲斯是一个文明的城市里面 长成了将军 曾经救过现任国王 埃及国王命的人 他凭什么去相信 眼前站着一个小孩 是他的神呢 影片的最一开始 是他与当时的埃及王子 嘲笑他埃及国王 所信任的女巫师 他是嘲笑 也就是说他是现实的 一个现实的 摩西 他根本的转变 却是在他将要死亡 或者说死亡的威胁 就在眼前的时候 看到一个小孩 却相信这个小孩是神 他认可了这个孩子是神 在心里头 所以他反过来又被得救 影片表现得非常的准确 当与 眼前的小孩对话结束之后 摩西的脸 是被尼莎完全掩盖了 尼莎把他完全淹没了 但是镜头一转 却躺在了自己家里的床上 他的妻子在照顾他 啥意思 现实中的人 本该是死去的 但是有神在身边 却用了神本身的力量 把他救了 影片却没介绍 神怎么救的他 为什么 人不配看 人也无法描述 一句话 可能神再次来到人间的时候 并不是像你 我他 我们各自每一个人想象的神 应该有的样子 在神复活的时候 可能神就在我们的眼前 却我们自己的凡夫俗子 却把对方当成了一个凡夫俗子 我们的学识 我们的理念 我们的观念 我们在哈佛读的书 我们在北大拿的毕业证 我们在清华拿的学位 阻碍了我们自己 把眼前的一个智者 当成了普通的人 因为我们是聪明人 愚蠢的是自己 聪明的愚蠢 杀了自己 聪明的愚蠢本身 在把自己 与这生命之间的连带关系 自己用自己的手 给他斩断 最新的报道 第三波的军队的反腐 在昨天有了结果 文章题目这么说 反腐运动继续震荡中国军队 三名少将下马 那这个三名少将呢 有他来头 原兰州军区的秦联部部长 战国桥 原湖北省军区的副司令员 战军和北京军区的 秦联部的原部长 董明祥三个人被查 董明祥我印象中 应该是郭伯雄的秘书 曾经是 那兰州军区秦联部的原部长 那直接打的就是郭伯雄 而这里面牵扯到连秦部 那整个都是总后勤部的 那这里提到说 军队后勤部门腐败严重 那这样的打法 连秦部直接跟这个后勤 总后勤部有关 而兰州军区的人 和北京军区的姓董的 是跟郭伯雄有关 所以他一定是交叉在一起的 那那也自然了 对吧 老板当了大官了 郭伯雄当了第一 常务军委副主席 那就等于相当于军委主席 半拉军委主席是一样的 这样的连带关系 造成了他今天 当他被打下来的时候 我个人觉得 你看到的是 整体军委的崩溃 对吧 整体军委的算账 那这样的算账 需要多长时间 才会衍生到下一步 这需要时间 这需要时间的 同样一个内容 自由亚洲电台讲 解放军一百天内 打虎三十三名 有零有尘 三十三个 那这里他提到说 连勤部和省军区 成为了重点 那如果连勤部和省军区 成为了重点的话 他表明大军区上面的 大军区上面的 掺杀的换访 基本定位 而连勤部所针对的 就是我说的 是总后勤部 是真正拿到罪名的 那是当初人家 古俊山 徐才厚 郭富雄 挣钱的地方 对吧 我们看到的 打的都是前任的 也就是从2002年 到2012年 2014年 这一段时间 一直当官的人 那一直在这个部门 能够把控的人 对吧 所以我记得 我印象很清楚 说这个辽宁号航母 是厨子买进来 准备做这个海上赌场的 后来给了海军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航母 后来人们说这个那 我说缺心眼 没项目能挣钱吗 对不对 这是我们当时 跟大家分析 没项目能挣钱吗 项目越大 赚钱机会越多 项目越大 就越代表 党国的大屁股崛起 绝得越高啊 那是辉煌 那是脸面 那是身材 咱得说叫身材 说身材的意思就是说 不是个东西 不是个人 那航母 我现在都记着当初跟大家评论的时候 航母谁造过 没造过 谁都没造过 那航母上头放多少绿豆营 大苍蝇啊 那是我当时说的 上头趴飞机 什么叫飞机啊 绿豆营和苍蝇 那是几年前咱说的节目 那辽宁航航母上头放几只绿豆营 不知道 花多少钱 能多放一架绿豆营 不知道 你花过那钱吗 没花过 我花过 我也没花过 我要你十个亿 一百个亿 我都能说出道理来 那当然能说出道理来 对不对 所以一个航母 你说围绕着这个航母 得多少绿豆营 吃多少屎 挣多少钱 打仗里 我觉得打仗挺逗 对不对 你记住军队是用来挣钱的 军费的拨款是用来大家发财 搞女人的 女人愿意这么做是为了买LV包的 大家都是有目的的 钱哪来的 钱是北京印票厂印出来的 是纸 不就完了 这叫生活 不用上那么多高调 所以这是一个政体完全崩溃的概念 完全已经崩溃的概念 当然你说今天美国人打你们 没人去惹你 都是一个大屎盆子 扔个石头都得建一身的 谁打你干嘛屎 那么多 对不对 所以不是那么回事 在我的看来就是一种 重新走入未来的概念 因为没有别的出路 在我们过去的节目当中 我曾经跟大家说过 胡锦涛就是背屎盆子 那结果在这一期的最新的动向杂志当中呢 有篇文章这么说的 胡锦涛和江泽民高层会上公开大战 中共二十年的执政危机 江泽民和胡锦涛正在为谁负责展开大战 胡锦涛在2015年第二次国家级离退休老干部组织会上 再次提出就第十五届十六届十七届执政遗留问题追缴责任的呼吁数 我觉得他这个概念就相当强患了 这个强患在哪儿 当他没有在乎的时候 他当总书记的时候 他在乎自个儿 我说你看一看胡锦涛的脸 包括令计划的脸 包括甚至包括李克强的脸 他的脸永远是一个表情 为什么 在从学校上来 没有背景的 踩着团支部书记 学生会主席的身份上来的人 他必须保护自己 他必须为命世俗 他已经成了病根了 他在乎他的官位 他在乎他的仕途 他用这样的办法 达到了他的仕途的顶端 却他的代价是把人 自身的人的尊严 与自由和人性的一面完全牺牲了 那退下来的胡锦涛 没有了那一番束缚 他又开始出现 一定要把自己弄清楚 《动向》杂志 四月份的报道当中说 曾庆红 李兰青 吴关正 李长春 贾庆龄等人 不断借着利用到地方考察之机 放风指责腐败 是胡锦涛造成的 那这里我们实际并没有看到 李兰青去哪里 但我们看到了吴关正 李长春 贾庆龄 这确实看到了 那所以就变成了 这些人也很明白 这些人就是当年 遏制住胡锦涛 温家宝的人 那都是政治局常委 国家正牌的国家领导人 那正牌的国家领导人之间死掐 你记住我那话 共产党一定是死在他们自己手里的 枪手必死在枪下 现在看到的就是过程中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